幻想无数部 动视认可 大家好 我是浪记 今天给大家带最新的一期 把妹地图了 大家可能很好奇 为什么我要来个iphone在这里 因为很简单 我们的 这个因为经费不足呢 我们的耳麦呢 出了问题 但是没有关系 今天讲干货为主 那么今天呢 请到韩汉给大家带来的是 如何和女孩子搞暧昧 这个时候呢 很多时候你可能要问呢 就说 哎 这个为什么要和女孩子搞暧昧 就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较适合和女孩子搞暧昧呢 很简单 有些男生呢 可能不像浪哥的性格这么的外向 那么看到女生呢 就会主动进攻 因为男生性格比较泪脸 然后呢 比较传统 所以说呢 他可能说不出来 也做不出来太主动的话 或者太主动的行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更推荐这样的男孩子呢 被动挨打 那么和女孩子产生的这种互相有的情愫过后呢 让女生主动一点 那么所以说呢 你就比较适合搞暧昧 和女孩子搞暧昧 我们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呢 就是如何在聊天中呢 去和女生产生这种暧昧情愫 第二种呢 就是在约会中间 想要和女孩子做暧昧的约会 应该怎么办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我们的正题 那我想告诉大家呢 就是说如何和一个女孩子暧昧的进行对话 那么今天的这个适用对象呢 可能是一些性格比较泪脸的 比如说他海星哥这样子的程序员 或者说他本来就比较沉稳的男生 比如像我这样子的 没有了 这样男孩子呢 你让他在微信聊天中间跟女生说宝贝亲爱的 你听起来会觉得怎么样 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吧 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一个很沉稳的人 你突然这样说一些嬉皮小脸的话 女孩子呢 可能会觉得你很油腻 而且呢 有些时候女孩子可能就正是喜欢你的沉稳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应该怎么办呢 就千万不要去叫宝贝 也不要叫亲爱的 那么干嘛呢 叫大家一招 他发的任何一条朋友圈 在工作时间给他点赞 什么要工作时间呢 早上的八点钟至下午的七点钟 这段时间不要在深夜去跟他点赞 也不要在这个凌晨去跟他点赞 那么点了赞过后呢 千万不要去切他的私聊 也不要去主动跟他进行对话 一来二去 自然而然呢 就有了什么呢 关注度 如果一个很沉稳的男生对你的每一条朋友圈都点赞 但不是话 你什么感觉 我会觉得这个男生他应该在关注我吧 应该在关注你 对吧 所以说呢 暧昧的第一点就是要让女人知道你在关注他 不然的话 有些男生是单相思 对吧 看到这个女生对他笑 他觉得 哇 他是不是在给我搞暧昧 其实女生只是礼貌而已 你首先第一件事情 让女人知道你在关注他 对于这样子的性格比较沉稳的男孩子 你在追女生把你的时间维度拉长一点 拉到两个星期以上 用两个星期的时间给他点赞来关注他的动态 一是了解他 第二个呢 是让他明白你在关注他 而且呢 你在工作时间的点赞 更让他能够看到 因为一般别人玩手机 用手机是在晚上的7点到这个12点之间 所以他发现朋友圈可能20多个赞 你如果这个时候去点赞 你会在毛毛多的备胎中被淹没 但是你早上8点钟 他早上一醒来 发现有一个点赞 点开是你 对吧 一回声二回收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发现都是你 他就会对你印象深刻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当有人熟悉度过后 你可以偶尔的在晚上的时候跟他聊天 记住一点 在白天的时候聊天 显得像工作 在晚上10点钟左右 这个时间就特别暧昧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 对吧 说明你整边无人 一般有女朋友 有老婆的人 他晚上10点钟这个时候呢 肯定不敢聊天 这个时候呢 晚上10点钟左右呢 发信息 但是发信息也注意 你是个沉稳的男人 你要和女孩子搞暧昧 一定不能说我想你了 你想我的吗 因为是这样子的 你这个性格不支持你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像我一样 对不对 就一看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浪荡哥 你说你想我吗 你怎么样 女生会觉得你在跟他调情 但是如果你是个正人君子 你一来说我想你的女生会觉得 哇 怎么回事 对不对 我跟你啥情况啊 我都跟你不熟 你就想我了 他会感觉压力三大 而且他会当真 说千万就不要说这样话 那怎么样关心个女孩子 怎么制造暧昧呢 就可以问问他 在干嘛呢 睡没有睡 女生回应过后呢 你可以聊一聊 最近朋友圈 他发了一些新鲜事 你说最近看到你去哪里玩了 感觉怎么样 听说你开了一个剧本茶茶店 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还可以 是吧 平时小哥哥来玩的多还是小姐姐 现在是小哥哥来的多吧 小哥来的多 主要是因为你在嘛 大家是冲着你来的 对吧 我很想问一下 就说你们的剧本茶 有个那种酒局剧本茶是什么意思 那个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吧 就是边喝酒边玩剧本茶 那其实就是撩妹 一种新的一种 对 看到没有 你就用这样的方式跟女孩进行对话 聊她比较关心的 聊她比较熟悉的 聊她正在做的 其实你是很愿意聊天的 对啊 因为你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就男孩子跟你聊天 你不会觉得很突兀 比起一来问你说 什么事有空 坐在做做 对不对 要好很多 所以根据女孩子的 平时的生活习惯 进行这样的对话 那么久而久之 就会变得很暧昧 那么刚刚韩韩他说 我有问到这个问题 就说你会觉得这种正人 比较正直的男生 怎么样会让你觉得在感觉两个人比较暧昧 你刚才怎么说的 暧昧 就是默默的 默默的对我好吧 对 默默对你好 在例如呢 就例如会比如说 我要去哪里 他说我来送你吧 然后或者说偶尔说 我在楼下看到一个蛋糕挺好吃的 给你买上来尝一尝吧 对 那么你要做这样的事情 前提在什么呢 要了解他 就说其实呢 我们刚刚说到了 你和这个女孩子平时日常的关心 日常的点赞 熟悉过后 你会了解他的动态 对吧 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今天要去到哪里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你就了解了 了解过后就可以用韩韩的这一套 就说假装不经意 做一些默默的关心举动 提供价值 很多这种女生比较被动 他很难拒绝一个男人主动提供价值 其实你就是这样类型的人 对吧 你不会说 我主动的去找一个男生聊天 你也不会太喜欢 太主动的男孩子 就约你出去玩 你可能不会 你可能就是很会 这种默默的接受别人好 然后久而久之 就算对他没有太大感觉 但是你觉得不想太亏欠他 可能就半推半就 就在一起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一套 非常适合去进攻 像韩韩这种比较泪脸的女生 同时你也是一个泪脸的男孩子 那么这一套聊天 暧昧聊天 非常管用 不知道兄弟们学会没有 好 那么刚刚讲到了和这种比较害羞泪脸的女生 如何聊天以外呢 现在给大家带来 就是说约会的干货 那么很多时候呢 大家会发现一个点 就这种比较内向的女孩子 其实单独约是约不出来的 就说你主动约她看电影啊 主动约她吃饭 她可能以各种理由所搪塞 即使平时都聊得很好 对吧 但是你发现 哎 我要单独约她 她老是用一些理由来把我拒绝 那么你会明白 其实跟这样的女生搞暧昧 她需要一个阶段 就是一来的时候 千万不要单独约她 很多时候呢 就大家会问 我不这个单独约女孩子 我干嘛呢 很简单 做一些朋友的聚会 比如说呢 一起吃饭 啊 这个有共同的朋友过生日啊 或者说一起 大家约着一起去 这个踏青 或者一起去拍照 一起去下午茶 一起去剧本沙 就是用这种多人的游戏 多人的活动 来代替单独的约会 那很多兄弟可能问了 就说 我怎么样在这么多人中间 让她明白 我对她有意思 或者说有暧昧呢 其实呢 就告诉你小技巧了 第一个呢 虽然说我是多人的聚会 但是呢 我提前单独来接你 你但是呢 你千万不要让她认为 你是单独去接她 你可以这样说 我先来接你 再去接谁 接谁 接谁 这个时候 在你的车上 就是你们彼此 增加暧昧的时候 你知道一个女孩子 和一个男人 最暧昧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一堆人出去玩 但是我俩却在那里 私下偷偷的 在摸摸搞搞 关键是我俩的 关系又没有确定 大家表面上 都是好朋友 在这里聊天 但是私下 我有点这种亲密动作 女生很容易小鹿乱撞 这种感觉 非常的美妙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早准时机 一起玩的时候呢 制造单独的机会 比如说 今天出来玩 对吧 我说 这个我去买点水 我说韩昧陪我去吧 我一个人提不动 把她单独带到旁边去 又是一个单独的机会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去上洗手间 吃饭的时候 大家一起饭局 对吧 一起聊天 吃饭的时候 吃饭上洗手间的时候 含含的出去 然后你就说 等我一下 我也要去 然后呢 大家在包厢里面 你也偷偷溜到外面去 上洗手间 然后呢 上洗手间的时候 洗了手扣 拿水去谈谈她 对不对 然后呢 看看她的这个腿 跟她调调情 就私下赞美她两句 表面上你是一个正人君子 对吧 私下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呢 又有点情调 又有点小浪漫 女孩子会觉得 哎 有这种暧昧的情愫在 对吧 还有一种杀手间 就是在约一堆朋友 出外的时候 你单独为她准备个礼物 然后呢 这个趁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说呢 这个我们出来上洗手间的时候 对吧 上完洗手间 她要进包厢 女孩子等一下 对吧 有个东西给你 送一只小小的口红 或者说15毫升的香水 递给她 你说其实也不是这个 就是想要干嘛 你说就觉得这个味道 跟你还是蛮适合的 你应该会吃这一套吧 吃 吃这一套 是吧 就会觉得 卧槽 这个难道还是挺细心的 而且她会觉得她很特别 因为这么多人男男女女都出来 你单独送我一件礼物 什么意思 关键是什么呢 对于男人来说呢 你可进可退 你并没有暴露出 我很喜欢你 我要跟你那个 只是用一些这种细小的细节 让你显得不一样 让我显得不一样 那么在接下来单独约会中 就非常棒 那么你怎么单独 约这样的女生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好 那么如果你要单独 约这样的女孩子出来的话 要制造暧昧的情愫 那么千万呢 刚刚说到了 不要约下午茶 不要约吃饭 不要约看电影 这样的话会让女生觉得 就是在约会 而不是有这种暧昧的氛围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很简单 约她帮你办事情 就比如说 我妈要过生日了 你这个人称妈宝女 能不能就是陪我 去跟我妈选点礼物 对吧 比如说 我要给我妹妹买这个东西 她跟你差不多大 对吧 我想去跟她选 你要一件衣服 能不能帮我参考一下 一起去 用这样子 让她来办事的方式 然后呢 让她出来 当女孩子 她在帮你办事的时候 你再请她吃饭 这个就顺其自然了 就怕的是 你无视献殷勤 女生觉得你非奸即盗 特别是一些这种 比较内向的女生 说你什么意思 对吧 突然请我吃饭 你要干嘛 她的这个受迫害 妄想症很丰富 对吧 如果她没有 为你办事之前 你莫名其妙对她好 她就会觉得什么呢 你这个有想法 她一觉得你有想法 觉得你很恶心 很烦 对吧 反而你让她帮你做事情 她会欣然前往 她觉得终于可以帮别人 这个提供点价值 她也觉得我还在朋友中间 是属于一个有用之人 用这样的方式呢 让她出来陪你做事 然后做完过后 请她看个电影 请她吃个饭 顺其自然 其实对于这种内向的女孩子 一般的男生是约她不出来的 当她单独的和一个男孩子出来 她自然就会有那种感觉在了 就一些外向的女生 天天跟不同的男生出来 她就是跟你出来 都去到你酒店了 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暧昧气息 她说赶紧的 敲个二郎腿 敲个烟 赶紧的 换完衣服赶紧下去了 我就遇到过这种 对不对 但是像这种内向的女生 单独的我们在这个角落上走着 她都会觉得 会有点小路乱撞 所以一定要对症下药 那么当这些这样子的女孩子 她只要单独跟你相处 就已经就很暧昧了 你就不用再去想 哎呀浪哥 我还有什么套路 还有什么招数 让她觉得 哎呦呦 暧昧 不用了 你这样子再去牵手 过犹不及 反而把她吓跑 就两个人呢 走路的时候肩膀 哎靠一靠 对吧 闻闻你身上的味道 你身上的香水就传给她 闻来闻去 大家呢就已经很暧昧了 这个是什么呢 让她出来办事 但确实你要是你的朋友很少 也没有什么事情让她办 怎么办呢 让她跟你去体验 你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比如说你说有个VR 我特别想去玩 能不能陪我去 朋友说这个做蛋糕很有意思 要不要陪我去做个蛋糕 或者说这个画画 对啊 我最近对画画感兴趣 但是我一个男生去画有点傻 要不你去画画 我假装陪你去画画 然后呢顺便我也画一下 对吧 因为这些没有体验过的事情 会更让女孩子接受 觉得你的动机呢 没有这么的不单纯 对于这个内向的女孩子 你要跟她搞暧昧 一定要记住一点 就是你不能在她喜欢上你 或者说有暧昧情愫之前 让她觉得你动机不单纯 因为他们的防备心很重 他们觉得这些所有的 这些动机不单纯的人呢 都是在什么耍流氓 所以一定要先跟她做朋友 让她打心眼的 接受你这个人 然后再慢慢的顺其自然 慢慢的升高你们的关系 那么从暧昧开始 那么很多学生就说 那么我们暧昧了这么久 最后怎么确定关系呢 其实呢需要一些契机 怎么把握住这样的契机呢 我们下期节目告诉你们 那么怎样才能约到 如此漂亮大长腿的小姐姐 搞暧昧呢 可以关注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内部群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